台股正式佔穩2萬點 空間還有多大 紅海有沒有機會上看二字頭 00940成分股同步大跌怎麼出力 今天一併告訴你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中文貞 今天是3月21號星期一 是台股大漲了414點 直接衝破了2萬點 甚至站穩了2萬點 誇不誇張 那當然說最誇張的就是我們昨天早上 就跟大家預告過了 等一下我會帶大家回顧一下 昨天不論說早上的盤前節目 還是說我們的Light 我都一直強調 本週是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轉折 而且會向上去站上2萬點 是不是真的就上2萬點 而且甚至說包我的言論也跟我們在昨天講的是一模一樣 包我的言論 他真的是沒有放出銀派的消息 所以其實說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現在這個行情 你不要覺得2萬點太高 很多人都覺得2萬點太高了 我現在去買 我是不是要冒著非常大的風險 才能夠賺到一點點銀頭小利 絕對不是這樣 2萬點之上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操作很簡單嘛 你先有一個大主軸出來 那你覺得2萬點風險高 就不要去買2萬點未接的股票 我帶你來買指數未接 還在1萬5千點之下的個股 鴻海合作不是就最好的例子 我們在上禮拜一預告的鴻海 一直到今天還在創高 那很多人說 鴻海 這是我曾經的純股標的 甚至說放長期的標的 現在噴成這樣要不要賣 他有沒有機會 上看到2字頭 當時郭董就講了嘛 沒有到2字頭我絕對不退休 結果一退休沒幾年就要到2字頭了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 你說鴻海有沒有機會到2字頭 我覺得是有機會 等一下我再來告訴大家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加權指數大漲了414點 非常非常的強 最高來到20199 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那很多人會跟說 這裡盤久必跌 一直久攻不破 這就是天花板天弦上不去了 是吧 連續攻兩次攻不上去 這一定有問題 2萬點就是要去放空 但是你去看 我在這禮拜怎麼跟大家講的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嘛 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 只有髮型不一樣而已 來大家看 就算沒有施放出鴻海的訊息 也不會太過癮派 就算不鴻海啦 也不會叫癮派 頂多就是中性 是吧 跟我們昨天講的一模一樣 昨天在早上8點半 這是我們早上8點半的節目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鮑爾他不可能釋出鷹派的消息 為什麼很簡單嘛 拜登要不要選舉 拜登如果要選舉 他如果真的還想跟川普去拼的話 他一定會叫鮑爾 放中性一點的言論 至少要讓股市漲嘛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論點 為什麼我說 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 股票市場不可能會太差 頂多頂多 小幅震盪 但是你要說反轉 這難度很高 好我們再繼續來看 你去看 昨天告訴大家的 只要說是中性的言論 股市就會再繼續往上漲 有沒有 繼續往上漲 這禮拜 投信瘋狂在大滿 GTC大會 多重力多加持之下 我覺得很重要的轉折點 會是在這禮拜四 是吧 今天就是禮拜四 就是今天啊 昨天說最重要的轉折點 就是在本周四 我還跟大家強調 什麼時候會上2萬 就是在本周四 有沒有上2萬了 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就是專業啊 我敢說我是全市場 唯一跟大家預告 什麼時間點會上2萬 包裹會釋出什麼樣言論的分析師 沒有錯嘛 大家都告訴你 會上2萬 早晚會上 什麼時候上 就是本周四上 真的上2萬 所以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股票市場是這樣 技術面它永遠沒有辦法 去改變總經面 這個道理永遠不會變 一定是說 以指數來講 總經面好 景氣面好 它會帶動技術面的轉強 所以總經面永遠是領先指標 那以個股來講 個股永遠是基本面 未來的獲利 在帶動技術面的轉強 不會說技術面轉強 整個基本面就好轉 不可能 是不是 真的就是證明這件事 所以我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來加全指數 今天最高414 你去回顧一下我們昨天的影片 怎麼會這麼專業 在我的Light 我有截圖給大家看 把這個片段截下來 所以我覺得說指數上去 真的不要再去想說 是不是價量背離 來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很多人說今天台股大漲 成交量卻沒有跟上 是不是有一點價量背離的風險 絕對沒有這回事 因為當指數創高 市場參與者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像你嘛 2萬點我不敢買 現在風險很高 成交量下滑是正常的 反而是說 如果在2萬點之上 爆到6千億 7千億 這種很誇張的大量 這個時候才要小心 反而是說價量背離 反而籌碼會比較安穩 就代表說市場參與者 目前是有一點 半信半疑的狀態 所以沒有去買股票 是不是 大漲414點 全市場唯一預告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去看 那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記得訂閱 除了是全市場唯一預告 我也是全市場唯一 早上8點半 在中市頻道 直播解盤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記得去訂閱 好所以你看 昨天在我的Light 我也跟大家強調 這是昨天的 昨天在我的Light 免費的文章 小老鼠W178 當時我又 講得很清楚 明天凌晨 FED利率決策公佈後 外資會開始回頭買超 就是今天 是不是 現在時間是2點50分 再過10分鐘 才會公佈 外資今天到底有沒有買 我們等一下就來驗證 看外資今天是不是真的有買超 如果今天外資真的還是有買超 真的就完全是驗證我們所講的 總金面才是真正的領先指標 個股的獲利才是真正的領先指標 是吧 好所以我們這樣再帶大家回顧一下 2024年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成長型的多頭 成長型的多頭主要的漲勢 是由企業獲利所帶動 企業獲利所帶動 行情何時結束 你說這個行情 這個行情沒有什麼絕對 不是說到了多少點 多少點行情就結束 不是這樣 你要去看它 你要去想 這一段行情是有什麼東西帶上來的 如果說這個東西不見了 行情就會結束 那這一次的行情是有什麼帶上來的 由企業獲利的實質成長 所以只要說這個實質成長 開始停頓了 行情就會結束 那怎麼去判斷說 你說個股成長有沒有辦法持續 聯損會是否降息 AI是否持續發展 就這兩個重點 你就慣這兩個重點 那你說聯損會是否持續降息 是否真的會降息 昨天的FOMC會議講得太清楚了 今年就是降三次 除了降三次以外 甚至連QT 縮表 都即將要結束 縮表結束是大力多 這我們之後再來講 所以大方向一定是沒問題 這兩大風險到目前完全都沒有出現 那只是說回歸到操作面上我們要怎麼做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回歸到操作面就簡單了 台股現在在2萬點 正式站上了2萬點 它的本益比大約是落在22到23倍左右 22到23 那我們就不要去買跟台股同位階的股票 台股現在本益比在22到23倍 你去買22到23倍的股票 當然沒有什麼空間 但是如果說我們去買本益比在15倍以下的個股 它的位階就相當於台股 還在1萬5千點之下 1萬5千點之下的股票 你覺得會有風險嗎 是不是 真正的低風險而且高報酬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法人的個股評價都是這樣 不論說任何法人都是 外資投信自營商 中時戶大戶主力 看一檔股價有沒有便宜 都是這樣 本益比成年未來預估獲利 一定是這樣 本益比或未來預估獲利 其中一向往上修 股價的空間就會變大 所以透過這樣的公式 我告訴大家 我們就能夠輕鬆找到 未接還在1萬5千點的股票 證明給大家看核碎 是不是 4938的核碎 今天不錯吧 收這麼漂亮的下影線 昨天最高來到109.5 創下歷史新高 誰會覺得核碎會漲啊 你去看 我們在3月13號公開預告 當時股價多少90塊錢 一直到今天104.5 誰沒有賺到錢 創歷史新高通通都賺錢了 你看有沒有3月13號公開預告的碼 4938的核碎本益比只有11倍 11倍是什麼概念 11倍就代表說 他的位階還在台股1萬1千點的位置 你覺得不會漲嗎 是不是 當然我們的會員已經提前進場去做佈局 每一檔股票一定都是會員會提前進場去買進 成本會更低 部位會再更大 這就是會員權益 所以你看有沒有 鍾昆貞分析師2月20號 4938的核碎今天可以買進 誰會想到要去買核碎啊 我們真的就是去買核碎 真的漲上來了 有沒有 30% 我們的最低成本大概在85以下 都是在85以下 一直到今天足足30% 足足30%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強調的 就是說 在2萬點之上 不是說一定要冒什麼風險才能夠賺到錢 我們只要去買指數位階 在1萬5千點之下的股票 低風險而且高報酬 這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講的嘛 就是說 像核碎 核碎在80多塊錢的股價 本益比只有10倍 只有10倍 這麼說好了 只有10倍的本益比它相當於在台股1萬1千點的位階 最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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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衰 頂多就是不會漲而已 不會漲 你頂多就是成本附近獲利 成本附近 抽回資金 你有什麼損失 沒有嗎 那一旦起漲 它的漲勢就會非常非常的誇張 紅海核碎都是最好的例子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核碎 非常的強 真的是公開預告 再來紅海也是啊 有沒有 2317的紅海 3月11號公開跟大家預告 誰會強到紅海會漲啊 那當時我怎麼告訴大家 來 3月11號2317的紅海 紅海的2024預估獲利是10到11 10到11塊錢 100多塊的股價 本益比只有10到11倍而已 10到11倍 10到11倍 就相當於台股的位階 還在1萬1千點 你就去想像這個畫面 你回到台股1萬1千點的位置 你在買紅海 到底會有什麼風險 是吧 唯一唯一的風險就是不會漲 那不會漲 我們頂多就是成本附近把它抽回資金 就這麼簡單 但是一旦起漲 直接創下14年來的新高 是不是 今天145塊錢 有多少人看過145塊錢的紅海 很少吧 非常非常少 創下14年來的新高了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140多塊的股價 當時我算是 剛進入股票市場不久 那時候我印象還非常深刻 當時的紅海非常非常熱門 就iPhone嘛 大家都在搶 時隔了將近15年 又回掉了145塊錢 所以你看 這就是我跟大家強調的 有沒有 2317的紅海 2024預估賺10到11 在這個位置買到底有什麼風險 不會嘛 頂多就是不賺 頂多就是不漲 橫盤整理 但是一漲起來 比誰都還要強 誰敢說紅海不穩定 誰敢說紅海近期不飆 這不就像我講的 穩定跟大賺兼具的股票 所以我就說 其實說指數在2萬點之上 你要買的安心 你要穩定又想大賺 找我準沒錯 因為這兩者是可以兼得的 很多人會說 我想要穩定 我想要最穩最穩的那一種 所以我去買00940 那就像我講的 我們去買未接夠低的股票 我們去買未接還在1萬點的股票 他的風險不比00940還要差 他的風險不比這些ETF還要高 甚至風險還更低 是不是 真的就這樣漲上來了 所以把握機會 2萬點之上 你想買又怕受傷害 你想穩定又想大賺 找我準沒錯 來我們再繼續看1504的東元 東元也是啊 有沒有 你看喔 我就跟大家說 同樣的族群有一堆股票 但是我不可能全部帶你去買 那我一定是挑裡面 位階最低利潤最大的這一檔 推薦給大家 帶我們的會員進場去買 是不是 1504的東元 當天2月29號 大家可以去回顧我們的YouTube頻道 節目都還在上面 當時我分析了 至少8成的重電股 中興電 亞利 市電 大同 東元 全部都分析一輪 那當時我給了個結論 東元是最值得去重壓的一檔股票 是不是 今天繼續再創高59.4 當時我們講的時候股價多少 才49 已經漲10塊錢了 足足漲10塊錢了 這就是專業啊 這就是領先市場啊 是不是 當時我在講東元 很多人說 東元的營收比重又不高 賣冷氣的怎麼會漲 不要小看賣冷氣的 夏天到了你沒有冷氣也是不行 那你說東元是賣冷氣的 怎麼跟著重電一起在漲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嘛 雖然說東元它的營收比重 確實比其他的個股低 你如果說真的要純綠能 純綠電 一定是中興電 一定是華城 一定是亞利 市電 這些股票比較純 那你說東元憑什麼漲 它營收比都沒這麼高 憑什麼漲 就憑它的位階構低 是吧 就憑它當時不到50塊錢 本益比只有13倍 只有13倍 位階還在13000點之下 13000點之下怎麼會貴 是不是 你就去搶像這個畫面嘛 中興電 華城 亞利市電 大同 全部的位階都已經在台股 20000點這邊的位置 就剩這麼一檔東元 它的位階還落在13000點 那你覺得法人是傻子 不會去買它嗎 是不是 真的就這樣漲起來了 所以這就是一直證明給大家看 富貴不用顯中求 我們可以買得很穩定 賺得又多 誰敢說東元不標 誰敢說東元不穩定 東元股本超過200億耶 大家看不起東元 但是人家就真的是最標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邏輯 就是說指數在20000點之上 假設你是法人 你一定就是去買這些 真正位階低的股票 所以 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指數上了20000點 今天比較多的漲點 是在台積電身上 那還有非常多個股 位階都還在萬五之下 那還在萬五之下的個股 就是我們在這幾天 會陸續進場不舉標的 尤其是我們昨天所講的 機器人 還有工具機系列的個股 我這樣掃過一輪 其實多數的本益比目前都不高 都在15倍以下 那我們現在已經派研究員去加緊腳步 因為說裡面很多股票嘛 那到底哪一檔是真正位階低 利潤空間又大的 我們可能在明天就會進場 把握這樣的機會 錯過這些股票都不用 所以我帶你買全新的布局 全新布局的個股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NE小老鼠 WE178 WE178 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 所以其實你去看 就是指數這2萬點 真的不要去預設高點 好剛剛 外資買賣超已經公佈了 大買了180多億 真的驗證我們昨天所講的 昨天不論說我們在早上的盤前節目 我的LINE 還是說我們昨天的盤後節目 有沒有 標題我都打上去了 FOMC會議過後 外資會開始回頭大買 到時候就叫做 投信跟外資同步大買超 真的是驗證這件事 你去看 你看喔 先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嘛 這裡 來去看一下 昨天 我們免費LINE 明天凌晨FED決策會議過後 外資會回頭大買 介石就是內外資同步大買 看一下這邊 你去看 有沒有今天的 113年3月21號 今天的買賣超 這裡 有沒有 投信是買了110多億 外資是買了180多億 真的跟我們昨天講的一模一樣 外資跟投信同步在大買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其實說 不論你是看已經公佈的籌碼 還是說技術面 這個東西一定都是落後 那真正能夠領先的 就是總金面 就是個股的營收 因為說大家有知道這樣的邏輯 說整個總金面好 外資 投信才會進場去買 進場去買 技術面才會轉強 那真正的源頭 就是在於總金這一塊 那以個股來講 真正的源頭就在於它營收這一塊 所以你看 昨天我們也跟大家說了 你去看這一段 有沒有 那我覺得說 會再去挑戰2萬點的時間點 就是在禮拜四 有沒有 禮拜四就是今天 怎麼會這麼專業 這就是我們長期累積下來的 這就是我當時在開發金當交易員 所累積下來的 所以把握機會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你加入我們的Lite 鎖定我們的YouTube節目 你都可以學到 好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其實說大方向一定是沒問題 那只是說 回歸到操作面上來看 一定就是像我講的吧 回歸到操作面 那我們就是盡量去以位階夠低 那本益比夠低的個股為主 因為這種股票 就像我講的 最差最差最差 你真的運氣很差 頂多就是不會漲 但是一漲起來 比誰都還要強 東元鴻海河塑 沒有人覺得他會漲 當時我在說 老師這種股票怎麼會漲 賣冷氣的 人家現在一直在飆 河塑 河塑做代工怎麼會漲 人家創歷史新高 鴻海 鴻海怎麼會漲 郭董還在任的時候就不會漲 現在怎麼會漲 鴻海快到150了 是不是 所以你想穩定 你又想大賺 找我準沒錯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 包含說940裡面的成分股也是一樣 你看 00940裡面的成分股 很多人說今天這樣拉回來 能不能去低階 能不能去買 很簡單 我們還是把握一個原則 你要去買940裡面的成分股 不要去因為它是940而去買它 它本來就會漲 你把940的買盤 被動式買盤 當成是一個助力 這就會好非常多 就像神機 我這麼說好了 就算是神機 它不在00940的買盤 我一樣會去買神機 我一樣會推薦神機 它本來位計就低嘛 有沒有 3005神機 當天代號還打錯 這個節目都還在上面 大家可以去驗證 3月12號預告的 神機本益比只有15倍而已 只有15倍 位計就相當於在台國 15000點以下的位置 15000點以下的位置 你覺得不會漲嗎 這裡3月12號公開預告 一直到今天還在創歷史新高 161.5 那今天小幅拉回很正常啦 什麼股票不會拉回 稍微震盪一下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一路往上漲 只要是在這裡去買 全部都是賺錢 通通都是賺錢 那你說拉回來能不能買 一樣我們就去看 它目前的股價位計是在哪裡 你就會知道它能不能去進場 包含像是我們的中美金也是 是不是 我們的中美金一模一樣啊 2024年預估要賺16到17 預估賺16到17 我們上禮拜五代會員進場 本益比才12倍 12倍怎麼不會漲 12倍的位計就相當於 台股還在12000點的位置 12000點的位置 你覺得會有什麼風險 台股現在在2萬點 我們的股票在12000點 就算台股跌個1000點 來到19000點 我們還是處於低位階 是不是 這種股票怎麼會跌到哪裡去 所以你看 本益比12倍 3月15號 帶我們會員去買的馬 5483的中美金 今天可以買進中坤針分析師 就是在這個位置 夠不夠誇張 誰會在這裡買 誰會覺得這裡會漲 為什麼我會買在這裡 就像我講的 他這裡本益比就只有12倍嘛 一直到今天還在創高 244.5 244.5 全部都賺錢 一直到今天 我們上禮拜五買了中美金 獲利已經將近了20% 獲利將近20%了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如果要去看ETF的資本利得 20%漲多久 漲個一年都不一定會有 但是只要選對股票 風險跟ETF一樣 我們花不到一個禮拜漲了20% 這不是大家要的嗎 是不是 風險跟ETF一樣低 但是它的漲勢速度 就快非常非常非常多 這是不是就大家要的 所以我才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說我們選對股票 因為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把ETF它的風險一定就是最低的 你要去看你是在買什麼 ETF一樣說你花10塊錢去買00940 它一樣是把你這10塊錢 全部拿去分散買這些股票的零股 這意思不是一樣嗎 是不是 那如果說這些零股 它的位階都已經偏高了 那你一樣是在追高 這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直接去買 未接還在本一比10倍15倍的股票 這個風險是更低 那一旦起漲這個利潤是更可怕 所以你看中美金不是很好的例子 不到一個禮拜漲了快20% 所以你看這裡有沒有 5483中美金往上拉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 以整個成分股來講 你說今天是不是可以無腦的再買進 你絕對不是 940成分股它還會一直持續到這個月的月底 就3月29號 4月底掛牌上去 這一段期間都會有買盤 但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不要因為它是940的成分股就去買 你要買的是什麼 它本來就會漲 那940的買盤只是它的助力 讓它漲得更快 就這樣 所以你看 中美金有沒有大漲 神機全部都大漲 那還有一檔 我們上禮拜是買兩檔 是買兩檔 還有一檔 買點還沒有過 今天表現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 所以這一檔 明天把握機會 我們上禮拜我買中美金 還有買另外一檔 那中美金買點已經過了就不要買了 那另外一檔 明天是有機會的 把握這樣的機會 所以你說這裡面 今天拉回來什麼股票可以買 把握我們一樣一直告訴大家的原則 看它的位階 位階夠低 不管有沒有納入940 都可以買 所以如果說不知道怎麼買 打電話進來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ID 小老鼠 W178 W178 我們就是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好好的先把它賺起來 我們再繼續來看一下 包含像是8150的南茂 有沒有 南茂也跟我講的一樣啊 8150的南茂 非常非常低 同時也帶我們的會員 提前進場布局3月1號 昨天先獲利出現部分持股 今天小幅度的算是蠻強的啦 今天收這麼漂亮下眼線 這一段大概15%左右 從40出頭來到了50多塊錢 不是一樣穩定嗎 是不是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同一個族群裡面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個股 但是我只會帶你去買 位階最低的這一檔 好 因為說其實說這個如果是這樣 像整個面板供應力我就講了嘛 群創跟友達報價只穩 報價只穩 我們可以去留意後段的驅動IC 敦泰天玉連勇瑞鼎 那再去留意更後段的驅動IC的封測 南茂跟奇邦 那這麼多股票難道我要全部買嗎 不可能嘛 敦泰我也看好 天玉我也看好 連勇我也看好 瑞鼎我也看好 但是我知道位階最低利潤最大的 會是南茂 就去買南茂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把握機會 包含台光店也是你看 台光店整個銅箔基板族群 一樣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當時嘛 3月14號就跟大家預告了 當時有人在問 欸台光店能不能買 那就像我講的 雖然他有被韓國的廠商 他有被搶到訂單沒有錯 這個是事實 但是 雖然就算被搶到訂單 他的EPS 還是有25到26 25到26 他的本益比只有15倍 只有15倍一樣低啊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非常強勢 所以 就像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這個時間點 我們真的就是朝向低位階的股票 下去做買新 就沒有太大問題 第一風險低 而且利潤又大 甚至包含說其他的一些股票 其實說我們近期有講的 都蠻強的 我這簡單帶大家來看一下 你去看喔 包含像是2439的美率 有沒有 美率今天也是繼續在創高 那你說美率還能不能買 就這樣問題 你如果要去找切入點的話 就去切到他的周線格局來看 周K格局只要還沒有正式去突破 因為我們主要賺的是賺周K 周K的波段才夠 那日子線我們就找買點就好 周K剛剛向上突破 這裡就還可以 所以像美率啦 美率那還有像是 像是3227的原項 這些我們之前都有特別提過 那都是說拉回來 可以下去做找買點 他的位階都還不高 有沒有今天也是漲上去 那還有包含說整個IPC制裁也是 創意 創意這種都是緩跌緩跌緩跌 那一旦說他整個利多進來 有法人出報告 掰賽 或是說一些sell賽的報告 一根兩根很快就上去了 所以我的看法一樣 創意跟世新年限附近 都是可以持續去佈局 尤其是創意 包含像世新也是 世新昨天也澄清了 他根本就沒有被搶到什麼單 而且他的技術門檻是偏高的 他的訂單沒有這麼好搶 所以世新一樣 我的看法不變 會成為歷史股王 有機會成為歷史股王 因為說其實說 IP的特性就是這樣 他震盪本來就比較大 你看前面這樣跌跌跌跌跌 感覺跌很多 實際上全部都是緩跌 一根兩根漲停 就回到他的起點 所以把握機會 很多真的很多機會 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大盤兩萬歸大盤 但是一堆個股的位階 還在一萬五千點以下 買這種股票 他的風險跟ETF是一樣的低 但是利潤卻非常非常的大 把握機會如果說你想要 安心賺 想穩定又想大賺 找我準沒錯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ID 小老鼠WE178WE178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角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